休息一个月 新泽西分会重启食物仓储发放工作 从食物银行运来的干粮和罐头排满整个走道 食物银行在上礼拜一听到我们要重新开放的时候 就立即帮我们重筹了6000多磅的食物 然后另外我们自己订了4000多磅 食物银行也说不用钱 新泽西在4月底失业人口已经达到93万人 有更多的家庭既需要这份食物 也因为防疫 地点改在户外进行发放 可以看到我们志工的距离都是维持两个桌子的长度宽 那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需要食物的人可以领到食物 另外我们每个礼拜给他们两个口罩 家里有八口人的福尔 博瑞德是慈祭的老朋友 他不只是领到食物和口罩还有这份惊喜 一整袋满满的食物减轻了经济的压力 熟悉的问候也让大家找回了互动互助的美好 当然希望王旺康由欣怡美国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